嗨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上好 那個 又到了我們 很久沒有的 等媽媽洗澡時間 那今天呢 想說呢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因為應該會有蠻多朋友關心一下 我們阿兒現在在幹嘛 我們阿兒現在就在我旁邊 然後呢 阿兒的那個 那個骨灰的那個呢 我從泰國訂做好的 這邊呢 因為雖然是在IG上做直播 但是我這影片我等一下還是會上傳到 Youtube上 所以 因為我看Youtube上還是有很多新的朋友 可能沒有追蹤我IG的 所以不知道阿兒的狀況 所以 這影片呢 也順便跟Youtube的 一些關心阿兒的朋友講 我們阿兒呢 在昨天早上 大概九點多的時候呢 已經畢業了 然後那個 這個是我在平扣椅上面 找到的 因為我搜尋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可以雷雕 然後後面是阿兒的木字名 然後我發現我那個你還 有網友發現那個你寫錯 寫成女字旁的你 呵呵呵 這打太快了 所以算了啦 反正人生就是要一點點的遺憾 才會有那千般的滋味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鵝呢 的骨灰還在裡面 還沒有裝進去 那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們為什麼要把鵝的骨灰帶回家 我反問你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呢 為什麼骨灰不能帶回家 大家都是有一個邏輯 就是會覺得說骨灰好像就是要放在那個 靈骨塔或者是記在什麼塔位上 但是對我們來講 他們就是家人阿 我當然 我把你弄成灰了 你當然可以回我家阿 我們之後還是可以繼續生活阿 所以呢 就把他的骨灰帶回來 阿基本上之前我認識很多的朋友呢 都會把自己的動物的骨灰可能放在 比如說像林太太之前那隻狗 他媽嚕呢 是放在白馬寺 就是那個也是 這一間也有啦 就是他有機 就是可以放在那邊阿 或者是有的人會樹葬 就是種在那個上面這樣子 但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不管是以後呢 莊莊 或者是三寶 九九大家多多呢 他們走了 我們一樣都是會把骨灰帶回家 因為就是家人嘛 所以對我來講呢 沒差 就是 所以我這兩天真的 就是從昨天晚上開始 到今天白天 其實收到蠻多人在問我這件事情 就是骨灰 我可以帶回家嗎 然後第二個問法是 骨灰為什麼要帶回家 為什麼不能帶回家 我還把他放在我的膀胱上 每天壓著我的膀胱 好 所以呢 等準備好呢 就可以把鵝呢 放在這一個裡面 今天被我們Happy 摔到那個開了 但他本來就是設計這樣子 所以算是鬆一口氣 然後呢 順便讓你們看一下 那個屁孩現在的狀況 因為我相信放我的臉應該沒有人想看 我們就是一邊聊鵝呢 一邊給大家看 我們那個Happy在幹嘛 哈哈 然後呢 那個 順便喔 因為有網友問呢 因為我本來想說 就是錄Podcast的時候在講 爸爸 帥爸爸 但是想說這邊還是回答一下 因為前一陣子呢 前幾天 忘記是什麼時候 反正就是 那一天我喝醉了 然後這個東西就不好意思講太大聲 因為畢竟是自己的醜態嘛 但是呢 就是 平常我就是想說 欸 那天就跟你來稍微的講說 你 你真的呢 好好照顧你自己 你不要一直就是一直覺得 只是想要把阿爾救好救火 但是呢 你卻忘了你自己 這樣子 但是呢可能你知道喝醉的時候呢 我們講話喔 就是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論事 講的就會比較 可能比較直接一點 然後就可能也導致會錯意啦 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 每個人本來就有不同的立場 如果就像網友講的一樣 可能林太太比較感性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可能就要理性一點 所以 我不能只看眼前這個點 所以我要顧全很多的大局 所以呢 我知道我自己的角色 我不能一直沈浸在悲傷裡面 所以我必須要去做很多 比較理性的決定 所以呢 可能就這樣子 然後他發了一個文 我就被幹狗 好多 有些人呢 寫信來就是說 但是我發現喔 這些都是假帳號啦 這些假帳號有什麼可能呢 就是你現在可能還在關注我 但是呢 你就是怕 怕我知道你是誰 所以又創了一個假帳號來幹狗我 阿秀愛看又愛罵 好 這是標準酸民都是這樣 然後呢 反正就是有一些呢 私訊我就是叫我 就什麼說啊 你怎麼叫人家貓去死 就是他們完全會錯意 就是叫貓去死 你為什麼自己不去死 你為什麼可以決定貓的生死 你為什麼可以決定別人的生死之類的 然後呢 就是反正就是 有一批是這樣 然後有一批呢 是說我人格分裂 就是說你明明就是之前影片啊 你怎麼每天的現動 你就是那麼愛阿爾 為什麼現在突然間就是叫阿爾去死 我就想說幹你娘 你們是不會看字嗎 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要叫阿爾去死這件事情 好就是呢 我只是單純覺得 我就說 因為林太太她真的是很 把她所有的世界都放在阿爾生病這件事情上 但是她完全忽略了自己 她沒有吃飯 她沒有休息這件事情 你知道很誇張喔 就是呢 這陣子小孩子 基本上都是我在處理 她呢 她就是要去廁所 要去洗手 要去哪裡 她都會跑過去跟阿爾講 阿爾 媽媽去哪裡 等一下就回來 阿爾就躺在那邊 也不能動 但是呢 她就是要不斷的去跟她講 我覺得說 她這樣有點太病態了 但是我知道 她可能在那個狀態裡面 我不好意思講什麼 反正我就是把生活弄好 就是小孩呢 我來處理 然後呢 你要看醫生 就是 欸 她就聯絡了三間 就是我們最近一直跑醫院 三間醫院 沒關係 你聯絡好 什麼時候隨時隨地 我都可以出發 開車我來 然後呢 醫藥費我處理 剩下這邊我來弄 就是我就負責後盾 阿前面的部分呢 讓她來 就讓她自己去處理 因為 林派台自己也講白一點 她說呢 她 其實 她也沒有想過 也不是沒有想過 就是 讓阿爾好好的走 但是呢 她其實又會覺得說 如果當時真的不行 阿爾非常非常的痛苦 她一定會讓她 選擇安樂 但是呢 欸 後來有稍微救活的時候呢 她會覺得 嗯 她沒有辦法決定這件事情 因為她覺得可能 阿爾想要再更努力一點 那我就說沒關係 不要留下遺憾 如果你覺得你做這件事情 你會留下遺憾 我們就繼續加油 好就是繼續陪她啦 幹嘛之類的 我都OK 好然後呢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從阿爾生病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很累 但是呢 我每天都會靠北我累 原因是因為 我帶這個 這個萬八蛋 因為她真的是 你知道啦 孩子喔 等一下就是到了一個 要二轉的時期了 真的很難處理 說啊說不聽啊 又灰 但是呢 就是有的時候 都會跟她講說 她是褐色的 你可愛喔 早就把你撞了 就是 我啦 就是我那個朋友 他們想說 她真的是長得可愛 不然呢 那種個性那麼急車喔 真的 真的很欠揍 好大概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呢 就是像我那天有 精選了一個 一則放在那個 線洞 給各位分享 欸 下來啦 你待會拔下去 不要拔那麼高 你是拔喔 拔 拔 拔 你就平面的給我玩就好了 謝謝 就是說什麼 我不愛阿爾啦 什麼之類的 啊其實齁 這個部分呢 我必須要正面的 來回應這位網友 你拔我很相信 啊 我跟你很熟嗎 為什麼你可以決定我愛不愛 就是呢 我個人會覺得說 欸 當然這就是酸民嘛 啊酸民無所謂 因為我網路經營也快二十年了 其實各大 叫我全家去死的酸民呢 也很多 啊通常這種呢 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啊我無所謂 反正我過得好一點 就讓你更不爽 嘿這個就是我一直以來的原則 那我還有一個原則是 基本上遇到酸民 我是不會正面的回應他們啦 因為 我常常講喔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一個養狗 有養狗養貓的人 尤其是養狗啦 我家的狗在廢的時候呢 我不會廢回去 因為我不是狗 所以 基本上這一類型呢 我都會齊聞共賞 如果覺得有趣的 我就會想說 欸分朋友看一下 欸你看你看這個很好玩 這個酸民很酷 哇他流的鹽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跟我講 就是說 啊這些酸民 一定都是新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呃像 留這一篇的 這個酸民呢 跟其他 還有陸續叫我去死的 還有叫我人格分裂的 他們都追蹤我很久了 我去往上滑呢 欸 有的還有2018年的 就是其實看了蠻久的 從Happy出生的時候也有的 其實都追蹤蠻長一段時間的 可能就是因為林太太她發了那一篇 就是我喝醉跟她講的話 然後呢 他們就一篇概全的覺得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 所以就叫我去死之類的 啊我是覺得無所謂 但是呢 我覺得很好玩的點是 既然你追蹤我那麼久 所以呢 我就把你封鎖 你就看不到 乾皆大歡喜 對不對 好那IG IG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呢 他 可以 封鎖這一個人 他有兩個選項 一個就是封鎖這一個帳號 另外一個就是封鎖這一個帳號 所有的帳號 所以啊我就基本上呢 這些講話比較 呃 比較 dirty 不dirty的 不得體的 朋友呢 反正就是 全部都送你們 因為我覺得呢 人生非常的短暫 我們沒有必要花太多時間呢 去跟一些狗計較 或者是跟一些微博計較 所以大部分呢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時代 我們就要用科技的方法 去解決這些紛爭 就是直接給他封鎖 呵呵 這樣最快 一勞永逸 你看不到我 你也舒服 你也不會覺得怎樣 啊我看不到你 啊我也沒差 啊就算你鎖我 我稍微掃一下 你這樣講的不好 封鎖 直接封鎖 送 但是呢 我這影片呢 我剛剛講的封鎖 都只有在IG上而已 所以歡迎這一些呢 你在IG上已經看不到我 你一定覺得說 幹 08秒 沒中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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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懶趴 說一句而已 就給我封鎖 每種爛人 這種呢 如果你現在不小心在 Youtube上看到 麻煩趕快留言給我 因為我Youtube那邊 也順便要把你封鎖 這樣子呢 我覺得才是一個 完整的蒐集 比如說我們蒐集一個公仔呢 他會有一個正式版 或者是戰損版 或什麼黃金版 什麼幾年紀念版 啊我IG呢 已經把你封鎖了 希望呢你來臉書留言 或者是那個Youtube給我留言 然後跟我講說 我一看到我一定就是知道是你們 我就會 就是全部都封鎖 讓我蒐集整套的 這樣子呢 很美麗耶 你知道嗎 我在你們的世界 不存在你們的世界 然後你們也不存在我的世界 多好 兩個平行線 很棒耶 而且呢 重點是 我留的那一個 言的那一個 就是我分享的那一篇 還有之前 還有幾個叫我去死的那個呢 都是追蹤很久的 就是我剛剛講啊 有2018年 有2019 有去年最終的 陸陸續續都有在留言 就是有私訊給我 然後呢 我覺得 欸這樣很好 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們已經看了我一陣子了 所以基本上呢 會看的人就是會看 突然間 你看不到了 幹 而且阿爾剛走 我們 後續還會有很多的一些 我可能 因為我最近真的還沒有時間剪影片 因為 他 我沒有辦法 我連相機裡面喔 我相機裡面的 我目前呢 紀錄阿爾除了我手機以外呢 還有兩台單眼 跟GoPro 那些呢 我都沒有時間整理 到電腦裡面 所以更別說呢 我要剪阿爾的畢業影片更難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剪好 但是這一點呢 其實也好啦 因為現在這個狀態呢 你說一下我剪 我一定哭爆 絕對哭爆 所以我還是算了 好我們畫面回到這一堆兄弟的身上 壯壯喜歡躺這裡 阿Happy在這邊 硬要在這邊玩 好險阿爾逃得快 阿爾直接逃上來了 大概是這樣啦 阿不過呢其實真的 我從昨天早上開始呢 我的IG的訊息 我滑了不知道幾個小時 都讀不完 因為我發現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呢 其實不管是潛水的 或者是平常就有在關注的 都非常感謝你們的關心 欸Happy給我下來 下來 快點下來快點 你怎麼閃到沒片 你是狗的啦 下來啦快點 其實也不用什麼提告提不提告啦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喔 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從來不覺得我是什麼所謂的公眾人物 但是呢很多網友會很習慣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網紅啊 你就是公眾人物 或許啦 就是這一個社會時代的一個代名詞之類的 但是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公眾人物 所以我在我的生活分享上 我也不會有什麼包袱 就是覺得說幹我 很多人認識我呢 我要怎麼樣 幹我還不是在大賣場那邊奔跑棒賽 其實我個人都不覺得怎樣 就算你來店裡找我 如果認識我都知道 我跟你面對面 我絕對不會有任何的 你要我怎麼樣我都怎樣 除非你叫我吃屎 不然的話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很願意配合 因為我不覺得我是誰 我是覺得說你願意認識我 這是我的榮幸 我的人生哲學一直都是這樣子 我待人處事呢 基本上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說就是 我是什麼公眾人物 然後就不分享 就是不怎麼樣 我很樂意分享我自己的生活啦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欸我幹我剛剛要講什麼 講到頭上我忘記了 算了那個 反正之後呢 我再找時間錄Podcast 跟各位在聊啦 就大概是這樣而已 就 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 我們身為一個 站在舞台上的人 你就要是要接 因為我們放在一個平台上 這平台呢 如果有人氣 你的舞台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就很 越來越多人可以看見嘛 你如果用一個物理的比喻方式 大概是這樣 你站在舞台上的人呢 你除了享受了 人家的關注以外呢 你一定會接受人家的批評 這個世界是有正有負很正常啊 所以呢 對我來講 我之前也有在直播裡面講過 就是呢 如果說 我的頻道 或者是我的地方 你願意來罵我 你罵完我以後呢 你的心情就好一點了 那我覺得 我值得 我值得被你罵 你在跟人家打招呼喔 不要打我嘻嘻啦 我覺得我值得被你罵 因為就是 你罵完我以後 你就舒服了 功德一見 你就不要再去罵別人了 你罵我就好了 所以呢 面對一些酸民的 一些指指點點呢 對我來講是幸福的 因為呢 我覺得 你就來給我罵 你罵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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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就開我了 我覺得我很值得啊 我又不一定是一個善人 一個什麼聖人 就是要 只能接受全世界人的追捧 然後呢 在那邊 朝聖啊 在那邊磨擺 沒有我們就是普通的一個人 我還是會拉屎 我還是呢 每天穿著吊嘎 沒有什麼新意的衣服 沒有什麼造型 而且還中年發福 就這樣子 對這就是我 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個人 我就頂多就是一個偶像型的路人 所以呢 這一點對我來講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原則 所以變成說 你願意罵我 你心情就會好一點 這對我來講呢 比較重要 我只在乎你 有沒有心情好一點 這很重要啦 所以你如果不會鬆 盡量來我騷 但是呢 我跟你講 我沒有太多的底線 你可以罵多難聽就罵多難聽 但是我的底線就是 你不要罵到我家人 這樣這一點呢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比如說呢 你說 那個 叫誰 叫我的家人 我爸媽怎樣去死 就被車撞死啊 那種呢 這種東西呢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底線 或者是我老婆小孩怎麼樣呢 這個都是我的底線 我沒有辦法 但是你叫我 你跟我講說 你去死 這個部分我可以接受 因為呢 這是我自己可以去 handle我自己的狀態 但是呢 我沒有辦法接受別人去 嚴謬攻擊我家人的狀態 這個就是 一個我的底線的原則 所以呢 各位酸民們 如果你們真的 隱藏喝酒 潛水很久了 就說 喔 終於林發條正式官方授權 可以給他罵一下 歡迎寫信給我 好 盡量罵都沒關係 只要不要 不要攻擊家人的話呢 我願意讓你罵 這是我們之間的承諾 好不好 好啦 就是主要是這樣子啦 因為我覺得 一路走來呢 其實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因為我的 就是常常在看我的你們 這些觀眾朋友呢 大部分都是非常 像我連環泡那邊 或者是上不到俱樂部呢 我發現 就是狗狗的粉絲 或者是喜歡 HAPPY林太太的粉絲呢 非常非常有禮貌 就是呢 可能 就是唯一沒有禮貌 就對我 可能就是說 走啦 我們要看林太太 然後反正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踏板 好 狗狗的踏板 小孩老婆的踏板 我們樂 甘願做 歡喜做甘願收啦 不過呢 還是簡單講一句就是 你們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禮貌 因為呢 我發現很多很多時候呢 不管是發生任何文章 或者是 有發生的一些狀況 很多粉絲呢 除了鼓勵以外呢 都是會 平常都是 都會常常跟我說謝謝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們相不相信 人呢 物以類聚啦 雖然你們都沒有我帥 之類的 但是呢 起碼 就是我們都是一個有禮貌的人 這一點呢 我們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現在三千多個朋友聚在這個小方格裡面 我們一起來感受禮貌 感受愛 但是還是要強調啦 雖然你們沒有長得我好看啦 不過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人生也不要那麼膚淺啦 就一直只看外表啦 對不對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討論的 哈哈哈哈 好 怎麼樣 你拿奶嘴在說電話喔 我跟你講喔 他今天呢 白天玩得非常非常的髒 我回來想說叫林太太幫他洗澡 因為我馬不停蹄都要帶壯壯去散步 所以變成說 但是後來因為林太太說他很灰 他喝完奶就睡著了 就沒有洗澡 所以呢 他的腳很臭 他現在腳很臭 因為他穿那種 那種鞋襪 襪鞋喔 還是鞋襪喔 是那種襪子的鞋子 吼 還天氣那麼淋滑 你知道嗎 那真的 噢 噢 很難去形容那個味道啦 就還蠻厲害的 然後最近因為 應該為什麼 這一兩天呢 因為昨天阿兒走了嘛 然後早上Happy 平常呢 阿兒跟Happy會兩個人搶著一個 看風景的位置 現在就是 Happy獨享 阿我白天會把Happy帶到店裡面 那林太太呢 就會把阿兒呢 放在那個 他的阿兒的那個墊子 這個墊子上 然後幫他蓋個棉被 讓阿兒可以曬太陽 然後看個 看個風景 然後都是蠻棒的一件事情 阿 我有收到一些網友跟我講啦 這個骨灰呢 要保持乾燥 這一點我知道 不用擔心了 因為 現在呢 目前暫時就是先這樣子 阿之後我會把它裝到這個 這個裡面 然後到新房子呢 我會找一個好地方 就可能在廚師機的旁邊 可以讓阿兒呢 可以在旁邊 就是 每天可以有一個好的view 然後呢 又可以 可以由廚師 乾爽 鬆快 就是 他沒有離開 他只是換一個 換一個形式 留在我們身邊而已 所以呢 其實也不用去太多感傷啦 因為我是不知道你們信不信 我個人沒有什麼信仰 不過呢 我相信有靈魂 那我也相信像 你們有看過漫威的黑豹嗎 他們說死呢 是走到另外 是一個新的開始 他可能會走到另外一個世界 我覺得蠻棒的 這個理論我相信 你問我為什麼相信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嗎 不好意思 我現在還沒死 所以我沒有辦法證明 但是這個白癡 他被手夾到 我們就見證這個 被手夾到的白癡時刻 然後呢 新 有人問到新房子喔 新房子我今天有發喔 就是 他們說8月31號交屋啦 所以簡單講我們還有11天 那我蠻期待的 因為交屋還有燕屋嘛 燕屋完以後呢 確定都沒問題 或者是哪個地方要改 那個都是要先處理 處理完以後呢 我們就裝潢呢 那個所有的木工啊 泥座啊一些師傅呢 就開始準備進場了 抓三個月的話 應該12月那邊會好 12月好的話 欸差不多 好就是我 我跟Happy講好了啦 我說12月那個時候呢 你也快兩歲了 到時候呢 爸爸媽媽 絕對會給你一個 很正式的聖誕節 所謂正式的聖誕節是什麼 家裡面就要有一棵樹啊 還是給你聖誕卡咧 沒有 就是一棵樹 我們隔壁剛好有在賣盆栽的 隨便去買一個盆栽回來放 也算是樹 到時候呢 我會講 然後呢 我會全程做一些紀錄分享 所以很多網友有看到我那個訊息呢 都會私訊說 請問會拍影片分享嗎 會 這是呢 希望大家多多多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 對我來講呢 這一個 上班老俱樂部 這一個YouTube的頻道 就是 主要就是分享一些 紀錄我人生生活的部分 這部分呢 要聊真的聊不完 但是我講一個重點 就是我一直很鼓勵大家呢 多拍一些影片 原因很簡單 就是呢 你看我 我們阿爾好了 阿爾因為他自己不能自拍 我們平常會幫他拍很多影片 不管是他去看醫生啊 他出生啊 我們領養 他洗澡啦 什麼之類的 就是平常呢 在家裡面呢 都會幫他紀錄一些影片 今天阿爾不見了 阿爾走了 我們還有很多的影片 可以去懷念他 阿爾彷彿就是用另外一個形式 活在了這一個網路裡面 所以呢 我一直很努力的在做一些紀錄 就是不管是用直播 因為我現在真的沒有時間剪片 所以也有網友說 你的YouTube頻道 怎麼都沒有在放那個 剪接的影片 上字幕的影片 我說看我拿來的時間 我現在只能呢 欸 IG直播 阿直播完把它存下來 YouTube順便上 就是那一邊也有一些 沒有看IG的觀眾可以分享 然後呢 也順便做個紀錄 之後呢 如果未來哪一天怎麼樣了 或者是突然間突然間想到哪一個時候 可以回頭再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棒的一個東西 阿有人要問我那個拍立德是不是 我拍立德是買這個 不要被這個萊卡片了 這個是我在那個蝦皮買的那個貼紙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膚淺 他是富士的 富士的SQ6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 可以 可以截圖 你們自己去找一下 這一台我覺得蠻好用的啦 阿就是方形的 我喜歡這種 我喜歡這種 這種方形的底片 它很正式 就很正統 就以前我們第一次接觸呢 就長這樣子 阿我 我紀錄了蠻多 我幾乎每個月都會拍個幾張 這一張大概 如果你在PC用特價的時候買一張可能 二十幾塊三十幾塊 阿正常大概就是這個價格 有的貴的正常也都是三四十塊也有 阿不過呢 對我來講 這個 它就是獨一無二 所以我已經 我拍HAPPY 從HAPPY出生開始拍呢 應該拍了 有這麼大一疊了吧 到時候我們新房子 我會有一個牆 就除了HAPPY的紀錄以外呢 我的廚房 我一樓的那個 那個 攝影棚 我旁邊會留一個牆 然後呢 每次來的客人呢 有點像乾杯燒肉 每次來的客人呢 我們就會拍一張合照 然後把它放上去 多年後呢 我們再 你們再回來看的時候 欸 就是 我們原來在2021年的時候是這樣 可能我們已經是2032年再回頭看了 這個部分呢 就是 它絕對是 我們那種現在數位相機 數位手機呢 沒有辦法去 代替 替代的 一個味道 然後它很真實 它活生生就在這邊 就算 它也不會佔你手機的記憶體 反而呢 你拍完以後 你手機還會再翻拍一次 又佔了你手機的記憶體 不過這個東西 我個人是 我覺得是一個生活上的一個 一個 記憶上的投資啊 我覺得蠻棒的 它或許不便宜 一張可能 可能 就可以吃一餐了 但是呢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啊 很棒 所以我已經拍了 我不知道 應該還沒有到100張啊 但是呢 我陸陸續續 我每個月我都會買底片 我都會定期去買 如果這個月拍比較少 就是兩個月買一次 然後都會 有的時候無聊都會去刷PC Home的那個首頁 比如說雙11啦 或什麼東西呢 他們會有特價 特價的話呢 這底片有的時候都會包套賣 就是可能它一盒就10張嘛 它可能就是4盒5盒或幾盒呢 就是多少錢 我就會趁那個時候呢 多買一點 然後放在我的那個防潮箱裡面 這樣子就 定期就可以拍 所以變成說 我那一天在翻喔 黑皮出生 到現在你看它已經長那麼大 腳那麼長 腳那麼臭 但是呢 你就覺得 哇 時間夠好快喔 那個時候阿爾也沒有那麼胖 所以呢 我覺得 這種東西真的就是這樣子 你看在這個數位的年代 你說以前我們小時候 還可以看到爸爸媽媽 以前泛黃的照片 再大一點呢 黑皮長大了 他看到這些照片呢 也會是泛黃的 這個就是不同 不同年代的 不同的那種 那種感覺啦 好啦 阿今天就聊到這邊 因為他媽媽洗完澡了 我們要趕快幫他洗一洗 我讓他趕快去睡覺了 剛剛一直在揉眼睛 來 臭腳耶 快來洗澡了快 走啦 走啦 你去洗澡 你看你那頭 你去洗澡啊 你看你去那頭 哈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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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